小胡子,请你客观的讲,说实话 丰田皇冠路放混动和比亚迪唐DMI哪个好 哪个更加节油省油 我总觉得比亚迪唐DMI卖到20多万到底值不值 行不行,家人让我买皇冠路放,说啥的都有 我想听听你的建议,谢谢 首先呢,我先说一下这兄弟啊 20多万你买比亚迪唐DMI一个绿牌新能源车型 你嫌贵,那么你花将近30万买一个换标的汉兰达混动 那你不嫌贵,你嫌便宜吗,难道 首先你这次有点歧视啊,是不是 那咱们话说回来,既然你说到了节油 咱们就先落下节油 他俩的工作原理,取于他这个谁节油更好 丰田皇冠路放,他不属于真正义的新能源 他属于双清混动,这大家都知道 只能挂蓝牌,挂不了绿牌 再跟你说到节油 夏天我们用空调用冷气的时候 这个丰田皇冠路放呢 他可以节油,用这个电去带动这个压缩机 如果你等到冬天的时候,你想取暖 对不起,那就不行了 冬天呢,他只能用发动机的余热 把这个防冬液加热了之后,通过发动机的循环 然后才能把这个热气吹掉在我们车内 而比亚迪唐DMI夏天是用这个电带动这个压缩机 而到冬天呢,他也完全可以用电 使得这个空调加热,而不用发动机 所以说,如果你买丰田皇冠路放,你想省油 只是在夏天 如果是冬天呢,你只能说是跟燃油车是一样一样的 并不节油,冬天你进车就要打暖气嘛,热风嘛 所以说发动机去工作,你达不到节油的目的 节油只是在夏天,这是一个最大的差距 如果你去买车,他是不会告诉你这点 他只会告诉你,我是双全动力,我省油 他这个空调皇冠路放,开起来的时候,起步的时候 他是非常机油的,是用电驱动 等到中速的时候,也会用电 你的速度等到中高速的时候 他会用发动机和电一起驱动了,发动机就启动了 如果在高速循环,跑高速的话 完全基本上就是用发动机去工作 也达不到一个节油的目的 所以说你在四里走走停停,居家过日子 那还能达到一个机油的目的 如果你经常上高速的话,你买丰田皇冠路放 仍然是达不到一个节油的目的 所以说从节油考虑来讲,还是比亚迪唐DMI更加的节油 而比亚迪的DMI呢,他始终都是用电驱动 即使是电不够用了,发动机启动了 他也是一部分动力给电瓶充电 一部分动力他给电机驱动轮子 所以说他更加节油 而且电呢,也同时在使用 工作原理取决于这个丰田皇冠路放 在节油面前,根本就没有比亚迪唐好 工作原理决定了,知道吧 但并不是说人家这个丰田皇冠路放 双情动力这技术不行 行不行,可以,非常可以 在1997年,第一代用正在这个丰田普瑞斯身上 他这个散电系统是很牛的 已经发展到了第四代 并且他有个动力分配器 技术也很牛 什么时候用电,什么时候用发动机 来回这个匹配这个动力 就像一个大脑,一个指挥家一样 其实也很牛 但是呢,在这个比亚迪面前,那就不行了 比亚迪唐迪安卖达这个1.5T的油电混动 专用了一个发动机啊 啊,40%的热效率 那大家都听闷了,啥叫热效率 就是提高了经济燃油经济性 是吧,我用最少的汽油 走最远的路 用最少的汽油去发最多的电 啊,就是这么简单 这个是你 黄冠路放你比不了的 黄冠路放呢 它搭载是一个 以这个发动机为主 电动机为辅 而比亚迪它是以电为主 发动机为辅 它就完全取得于这两台车的不一样了 通路约里,对吧 而且两台车的行程质感 比亚迪唐要比这个 凤丁黄冠路放要好很多 当你发动机没启动的时候 你感觉挺爽的 你发动机一启动 你这个凤丁黄冠路放 就是一个汉兰达了 非常不好 而且比亚迪唐全程都是感觉那么好 并且人机互动这一块 更加智能,更加快速 辅助压史这一块 也不是你这个凤丁黄路放能比得了的 所以说从清止质感 节油各个方面都要比你好 你唯一黄冠路放能压过比亚迪唐 就是你价位卖的太高了 那也没有开过 或者买过载量管车的小伙伴 对我说的没有不同意见和想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欢迎大家准发评论点赞 拜拜